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团存转向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一个登录页面的 登录页面的一个实现 基本的流程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不管做什么界面呢 它的一个基本流程就是这样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类 就是这个页面的一个类 再建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XIP文件 最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关联 再就是处理底边的一些事件 大部分就是我们就是按这个流程来做的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实现定制导航栏 及table栏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图 这是它的一个页面 上边是导航栏 下边是一个table栏 我们在讲新闻阅读器的时候呢 也基本上讲了这个设置了 我们再看 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 我们上一个项目是怎么做的 来把它移植到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上面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加了一个 SiteNavgain bar 这里边有一个设置导航栏的一个页面 看一下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加过来 我们可以先把它资源文件加进来 资源文件呢 我把它里边的APP里边的一些拷贝过来 拷贝出来了 给人吧 大家可以发现 他这个APP做的其实并不好 因为在7上呢 他这里边还是有一个 这个导航条是黑色的 他没有提供一个64的一个导航栏 他只有一个44的一个导航栏 就是这个导航栏 我们可以给他 给他设一个 发点PN链 我们或者把它的一个 把它的名称进行一下更改 我们就叫他给他44 好的 我们自己在他这个基础上呢 生成一个64的一个导航 我们做出来的这个APP呢 最终会比他这个效果要好 高度64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我们就640 好的 这个图片就有了 就要64 好的 这样我们就加上 加上这个函数之后呢 可以把它加上 在这里面定一个方法 是不是iOS7 可以看一下 这个方法呢 进行一个设备的一个判断 因为我们是在iOS7上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忽略掉 iOS7上呢 它所有的导航栏的高度呢 看一下 它是6.0 这里我们部署的是6.0 我们可以加一下 那这里 这是我们的工程 我们看一下 现在是支持7.0的 现在是支持7.0的 如果我们要支持6.0的 这里边还要还对它进行一下配置 所以这里我们就可以把它去掉了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60次的 图片的 我们编译一下 这样在我们 我们这个首页上呢 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可以调一下 先看一下导航栏这个效果 看一下 我没有加上 没有加上呢 就是因为我们这里边 这里边没有 没有给它 这里边没有给它加导航栏 secured 那里边 那我们这里边就有了这个导航栏了 看我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的导航栏呢 就是这个 Educate 比他这里 因为我们这个图的原因 我们可以做 让美国做一个没有拉伸的一个图 这里边就非常的好看了 我们还可以设置 它这个颜色是白色 我可以加一下 因为我们这里边也设过 Standius bar 是不是初日化 这个地方 还有它的一个设置 它的一个 导航栏的一个颜色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再改一下 这里边它会有一个建枝 叫 这个我们看一下 我们上一个项目设的一个是一个none 这里边就是none 这个设完之后 还有一个 其实在积累里我们上一个上一个项目也已经写了一个叫设置导航栏的一个 设置导航栏的一个 sidebar style 可以把它搞回来 写在G类里边呢 方便我们在各个派生类里面进行一个调用 这个里边就可以写了 好 我们再运行一下 看 我们这里的样式 比它这里明显的好看多了 是吧 这里它是黑色的条 白色的 这里边还不是一个lst的一个风格 在lst向运行呢 它又不是7的一个风格 这就是一个导航栏的一个设置 同样的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边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标题 这样我们就大家可以试着去加一下 我们下来呢 看如何加一个导航栏 这里边呢 其实我们的home page 跟我们上一个项目一样 它不是一个 它是一个tablebar controller u tablebar controller 我们还得给它进行一下更改 看 我们tablebar controller只有这些暗数 非常的简洁 我把它去掉了 这些呢 其实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内容呢 是应该加在商户 商户这个页面 我们把它去掉 这是商户这个页面 它的一个标题呢 可以设一下 这是我们的home页面 我们加了一个page-info的一个实体 page-info 配置-info 配置-info呢 主要是主要是解析我们这个 tablebar上的一些页面呢 它有几个页面 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看 看它有一个image select的image 是不是加载 这里边 它还有一个标题 跟一个jl 一个标题 一个标题 一个类名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上个项目 其实我们也已经讲了 那大家可以再去回顾一下上 上一个项目 把需要的头文件加进来 它需要一个page文件 这个page文件呢 我们上一个项目有 我们可以直接拷贝过来 这个方便大家进行一下回顾 我们这里边再加一个config config文件 在我们的resource里边 这个加进来 这里边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有几个页面 看我们的一个页面 看它的一个效果图 把它整理一下 看它里面有几个页面 1234就是4个 我们这里多了一个 就把它去掉 每个页面呢 它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类 这里边呢 我们叫商户page 商户page 它的一个标题呢 就叫商户 它对应的一个image呢 就是说它这个图标 选中跟未选中的一个图标 我们看这里面加没加 这里面已经加进来了 商户 应该是business 这是select 我们可以叫一个 把它写在这里 或者我们统一的一个名称进行 它这里命名的也不规范 png 这是select 好 这是商户的 我们看一下商户有了之后 还有一个 我们只加了一个商户 我们可以再加几个 再加几个类 商户的还有一个团购的 团购 配置 iPad space 配置 商户配置 团购配置 好 这样我们就讲完了 平常的我们先整理一下代码 要养成一个不良好的习惯 我们这里的配置呢 我们先加两个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团购的 团购配置 叫团购 这里边的团购的呢 应该是看一下团购 就这个 你看它的命名又返了 好 其实这个是 我们改一下它的名称 cable团 这个其实是select的 命名不规范呢 可能会引起我们的一些 混淆 配合团 这里边 它的图标我们就设置好了 这就是两个 两个页面 我们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HomePage里边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把那个PageInfo加进来 创建的具体怎么创建了呢 它其实是在PageInfo里边 这个实体里边还进行完成的 这里面我们可以加一下它一个 Ui 看我们这里边有一些 类名 我们这里边是加在这个Page文件 然后这里边对它进行一个创建 创建把我们的每个页面进行创建出来 这里面就是 这里面就有了 这就是创建 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同样我们这里改一下 这里边 就是这样的了 这样就是Page 好的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你看我们这里有商户有团购了 是吧 商户团购 我们还可以再加上 把优惠券跟我的这个页 这个加上 这个是优惠券 这个是我的 它对应的一个类名 好吗 那在这里可以加一下 优惠券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 MyPage 好的 那我们这里边就加完了 那这个整理的过程呢 我们大家可以自己去 我们顺便把它整理了 大家如果觉得这样整理麻烦呢 其实在创建的时候自己还可以设一个模板 就是它出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些注视了 自己创建一个模板 创建文件的一个模板 好 这是优惠券 这是我的 对应的一个图标呢 我们 看一下这个是tableme 就不改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select 它的名称不够大 我们大家可以下来去改一下 我们再把一个优惠券的一个夹上 我们再把一个优惠券的一个夹上 好的 我们这四个页面就讲完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它这里边有一个颜色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 home page里边 它有个 所以大家看到它是红色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颜色 可以获得它的一个颜色值 我们可以写成blue 看看效果 这是不录 你可以看它的一个颜色值 255 14564 255 14564 好 我们里边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红 大家可以 这个lgb 来设置颜色值的 好了 包含一下口温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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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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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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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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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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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4 2 2 2 1 2 2 背景图 我们看一下是哪一张 就这张图 看一下它的一个背景图就有了 是吧 其实它这些图 大家看一下它是不是符合规范的 你看是43 正常的一个tablebar的尺寸是多少是49 所以我们在美工让美工提供图片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些尺寸跟他说清楚 不然的话这些图会有一些变形虽然看起来不明显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按苹果的一个规则 按苹果的一个规则来进行一个设计图片 你看它的一个就是49 所以我们这个背景图应该也是49的 所以团团转它这个项目里有些图片是符不符合规范的 这样我们大家在自己做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种规范来进行一个图片的一个设计 看我们的导航条上还有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 大家课项先去试一下 我们下一节课演示一下这个效果 我再给大家实现 让大家看一下 好的 今天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